我们的这个蒙古 内蒙古大草原这个养育 它的这个土地 蒙古人对养育土地 养育它的这个土地的这个热爱 还要展现出蒙古民歌中古朴的这种情调 因为它也是根据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民歌改编的 其实呢 这个曲子它内涵啊 虽说是它描写的是草原的这个优美 和人敏这个蒙古人热爱草原这个情怀 其实它还是作者想表达的是 想要就是对环境的这种呼吁 保护自然环境 对这个环境保护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说它才会作为这个内蒙古的这个诗歌啊 在呼伦贝尔这个诗的诗歌啊 它其实是内涵是要保护环境的 好了解了它的一些创作这个背景啊 了解这些背景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歌曲的学习了 好 我们从头啊 好 在这呢 还是给同学们用到这个中音区啊 不不不高 用了这个中音区去唱这首歌啊 中音区唱这首歌呢 最高音就到我看 到咪的话到人匹 到这个声发 到声发这个位置 同学们跟随自己的这个情况吧 跟随自己的情况 我们用D调先来试一下 用D调 因为它原调的降臂 原调降臂其实是低了 哎 原调降臂是在这儿的 我的心爱 因为它这个是个女中音 这是中音歌 我们把这个调稍微提高一点 在这里 我的心爱 在路上 在这儿 对 好 我们把这个谱子啊 来来拉一遍 来拉一遍 好 我唱一遍 同学们跟着唱一遍 我们先唱一遍歌谱啊 哎 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这个曲子 不要熟 不要熟啊 我就不会就是带的那么细 我们就大概拉一下就行啊 好 然后接上 一遍 violi violi violi做啦 也照啦 都能说意思 上洗出来 2 3 3 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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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瑞瑞 走 你售售 拉售售 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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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瑞瑞 你售 拉售售 瑞瑞 瑞瑞 都 拉 都 都 走 好 整个一句啊 整个的第一句主功部分我们再来一遍 多多 瑞瑞 means so so 都 走啦 スソト 瑞瑞瑞瑞 都拉 瑞瑞 瑞瑞 都 都拉 打 双双 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是准确的话 准确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谱子上面还是稍微有点差错吧 还不是差错 就是稍微有点差异 有点差异 就按照我发的谱子唱 就按照我发的谱子唱 对 我就是上个星期给同学们发的群里面的 是吧 对 但是我说了 刚才唱的时候也是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你把它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像发骚这个地方 它就像发骚发骚发软软 我们又再改成 发骚啦发骚软 对吧 发骚啦发骚软 米骚啦骚骚 骚骚到骚到骚到 好就是我们第一段 然后往后 你看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你看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你开始扫啦 就按照它是谱子上面唱的 就按照它是谱子上面唱的 然后 它是这样 它有些谱子呢 它给简化了 它就没有按照它这个曲谱的那个圆 原来的那个旋律去走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谱子它是 比如说给老年大学改编的谱子 哎或者是就是教这个中老年人 它有些谱子它就会给简化一下 它明明在有的地方 它是很多的那个音符 它就会把有些音符给取掉 就给简化 但是这个我觉得其实并不好啊 在这个谱子上面 它也是有那个有这种现象 就有简化的 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蒙古歌呀 新疆歌呀 都有很多的那种装饰音 哎 它跟那个拐来拐去的那个东西特别多 它有些谱子它就把那个东西给取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怎么跟那个原来唱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其实就在这儿啊 所以说下去的话 嗯 齐老师这边再再找找找找一个吧 找一个就是跟原谱一样的那种啊 那种谱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自己也可以找啊 但是它这个东西出路不大 我们同学不要太去纠结这个谱子 哎怎么就是不一样啊 在哪个地方就是 你看这个地方也不一样 那个地方也不一样 那个地方又错了 这个地方那个那个高音高音又没上去 对 不要太去纠结谱子的事啊 我们当时就是合伴奏的时候 应该在那个伴奏去唱就OK了 哎就是我完了也会给朋友们发一个 嗯就是最接近于原唱的那个伴奏啊 就是他他谱子就是比较准确的这样子啊 嗯这个这个谱子确实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很正规的地方啊 不是很正规的地方啊 我们就先先唱吧 比如说像他就前面那个主歌的部分还好啊 就是副歌的地方确实有一点啊 有一点不太准确 你看像这个大家可以 如果手里有谷子的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改一下 好吧 哎我们一起改一下啊 就是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 它这个地方是 怎么变成 是倒在刀啦啦的呢 是有点不太好 应该是 不是拉拉刀 是这样的 这都没有问题 出问题也就是那么一点点 尤其小节有某几个音符 需要改动一下 大方向是对的 大方向的旋律是对的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继续 好 就是这样 我刚说的 主要是复歌的地方 大家稍微做一些改动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谱子 其实需要改的地方 也不是特别多 只是它跟原调 原曲的 稍微有一点点出入 对 我再说一下 我们等这个复歌调 再来唱一遍 好 5 6 4 6 2 3 7 5 8 7 6 7 10 好 今天我们就先唱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们带一下歌词 你看歌词就是这样的 我的心爱在天边 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 好 那我们把这个歌词加进去 好 在这里呢 得就该唱成地 不要唱成得 不要我的心爱 我的唱成地 在这个语里面我们就是得要唱成地 我的心爱 注意 唱的爱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音区 也得把它落下来 然后整个的胸腔 供应要强烈一点 这个地方 你自己摸到这儿 你会感觉这个胸腔 这个地方明显的震动感 声音一定要落下来 对 唱的爱的时候 就有点像那个 那个蒙古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马头琴啊 或者或者是他们那个 什么那个 呼迈的那个声音 是吧 那个有一个很低沉的一个声音 在这个底下 所以说像这个音一定要唱下来 实际上这个圆曲 这个调还要低 我都把这个调提高了 我害怕 因为我们学员当中 可能与高音还是 高音的同学要多一点 高音同学要多一点 低音毕竟是少数 所以说我们不要把那个声音 搞得太低 我们把这个声音 调稍微调高了一点 然后但这个音还是要落下来 爱我的心爱 对 感觉自己是一个女中阴 是一个中阴的这种发生感觉 你看像圆的地方也是 充分的利用到胸腔的共鸣 要把这个声音要完全传下来 放下来去唱 不能唱虚了 这个声音就没下来 我要听到就是 大草原 好 接着下一句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主歌的部分 主歌的部分 好 我们再来一遍 第一句就是要把整个声音要完全唱通透了 整个这个把它落下来 声音的这个低音区的部分 大家要一定要这个要有一个非常厚重的感觉 好 从头再来一遍 我 对 我字 后头要先吸下来 有一个吸的动作 往下去放 整个的叹气 把这个声音落下来 落在我们的这个第二颗扭扣的这个支点上面 整个的声音 所有的声音都是从这发出来的 不要到这来 对 整个的声音 我们的第一段的声音 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支点上面 我的心爱 对不对 在天面 对 我们可以用手底在这儿 就想象我们的这个声音都是从这儿来的 千万不要在这儿来 声音 哦 要把它落下来 我的声音在很低的一个位置 保持一个低喉味 唱蒙古歌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低喉味 这个非常重要 天边有一片 辽阔的大草原 你看它还是落下来的 然后 茫茫草原 天的街 结白的蒙古包 散落在河边 好 然后整个唱的时候 要把声音放松 哎 要唱松一点 不要把它唱那么紧 哎 下巴 哎 下巴 丢到下巴啊 哎 好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反复 是吧 反复 第一段的时候 它不是直接接后面 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那个位置 第一段就是唱完第一段 散落在河边以后 它有一个反复 马上去唱第二段 哎 唱完第二段以后呢 才去接后面那个副歌 呼伦贝尔大草原 才到这儿啊 所以我们直接进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段 第一句一样 也是我的心爱 在高山啊 第一句是我的心爱在天边 第二段是在高山 我的心爱在高山 高山深处是 为金色的大心安 对 也是 啊 金色的大心安 金色的大心安 好 这一句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对 主要是把我们的每个歌词啊 对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曲谱的这个上面 要把整个的旋律先给它拉通了 当然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应该不难啊 因为这个曲子不像别的曲子 是比如说我爱你中华 大家平时很少听到 哎 然后还要现学现用 但这个曲子呢 大家就是可能我不教 我们的同学都都已经会唱个 唱个七八成了 是吧 哎 现在就主要是要注意声音的位置 要把整个声音要落在落在我们的胸腔的共鸣这个点上 啊 对 这是当然是对于中音区我是这样啊 当然等会儿我们要整个要上高音区 高音区的声音位置要拉上来了 拉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共鸣的这个 这个头腔共鸣的这个点上 所以说像这个曲子 它这个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前面比较低 然后后面就比较高 好 然后接着往后啊 这个大草原 这个草原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改成这个 对 把这个圆曲 他这个小节啊 sola do re do la la 不对啊 sola re do so sola re do so 哎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调就是对的啊 你看 sola re do so 所大人的宋 是吧 诶 所大湖沦沦沦 大草原 往后 白云朵朵飘在 飘在无心间 所大湖沦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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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 好如果用低调的话 就是高音区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用它的原调降低调 低音区又很低 高音区可能唱的并不费劲 但是低音区低音下不来的同学 就会觉得非常的吃力 这个声音还是就是飘 飘在那 所以说这个调的选择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也可以选择就是他们俩中间的一个调 就是C调 也可以选择C调 因为我刚才给同学们练的时候 练的是这个D调 D调呢唱的那个高音的地方 大家可能会有点觉得有点吃力 高音对吧 然后但是那个 你如果是唱它那个降低调的话 低音又太低了 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初衷 想要给同学们把这个音区扩展 把这个音区扩展的话 那我们低音也可以唱得非常好 然后到了高音也会觉得不吃力 不挤嗓子 所以说大家就是 不管是高音区和低音区 中低音区都要去认真对待 不能说我这个 我就只唱高音 我只学唱高音怎么唱就行了 我中低音区不用去学 我怎么唱我中低音区都能唱下去 其实并不是 我们要把中低音区要唱出质量来 这个是非常难的 就是我们要用到充分的这个胸腔的这个共鸣 而不是说是用我们的自己的嗓子 去把中低音区唱下来 妈 就这样去走 肯定不行 中低音区一样要带到共鸣 带到这个声音的打开 带到气息 带到位置 是一样的 怎么唱低音就怎么唱高音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低音唱不好的同学 高音一定也唱不了 唱不到多好 就是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把中低音区学好以后 它这个基础打好了 上高音会觉得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高音处 高音处这个我刚刚说了 同学们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 您能上就上 如果上不了 不要使劲往上扯 因为这个曲子 它本来是一个中音曲子 我只是觉得我们群里面 我们大部分同学 大部分学员 大部分学员 就是声音相对来说比较高嘛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员 这个队伍里面 高音比较多 所以我同学们升了调 如果不升调的话 这个声音 声音是比较低的一个调 如果说我们用C调演唱的话 那我们这个整个音就在这儿 对我们如果用C调的话 这个音就是不高不低 刚合适 这个高音区不需要教怎么唱 因为我教高音已经教了很多了 刚才一直都在给同学们 教高音怎么去发声 练哼鸣 练哼鸣 对 对吧 你把那个哼鸣哼上去了以后 高音自然就有了 而且这个高音 不要去用很大的声音去走 要在这个声音 挂一个点就好了 我是上节课 也在讲这个事情 其实每节课都在说这一样 就是说这些东西 每节课都在重复这些东西 上高音就是要找到我们头腔的共鸣 那我们这个一样 你看费劲嘛 其实一点也不费劲 一点也不费劲 它是很轻松就可以上去的 就是同学们自己去找好了 自己去找 它不需要特别高难度的一个技巧 而且这个曲子本来就是和中音歌 你找的高音干嘛 对不对 太厚宜 2009-111还演的夹劲 赵雨 109-111 ai 5- Belarus 同学 我走啊 我的心愛 我的死